這裡有一宗新聞是關於酒吧業 酒吧業在香港我也幫助過 那時尖咀、灣仔、蘭桂坊等都幫助過 所以很有回憶 看看現在整個酒吧業的情況發生如何 我離開那年也不太好 蘭桂坊也撿了很多店鋪 不過有些店鋪開一下 只是轉型而已 港府以夜紛紛挽救香港經濟 出台一年多 推出最少80個大型活動 夜紛紛現在都告吹 沒有人去 香港也不怕 因為他是做很多軍火生意 所以怎樣都可以頂到 還有很多白手套 很多黑錢涌入 他不是做這些 其實一直都知道 這些表面經濟 又不可以讓他死 所以你看到通街收拾 香港人都沒事 就是這樣 他永遠都有一條洞路 撐住香港的基本資產 不過香港劫疫條仍然繼續 市道未見好轉 香港酒吧業協會10月 收回問卷調查發言 每間酒吧生意額都比2018年下跌 甚至有三成酒吧 每月虧本2至5萬元 吹水還是什麼 三成酒吧 只有七成賺錢 即是外面那些酒吧 其他都是蝕住 咬老本 現在酒吧業在水深火業之中 部分業界更要賣車 按鈕苦撐 他們呼籲全面免列走稅 港鐵延長服務時間 等拯救酒吧業 延長這個 港鐵服務時間 我想就 不知道 難一點 因為延長的成本又大了 你增加MTR的成本 人家又不肯過你 為你那幾筆東西 增加我這邊百幾二百萬 那些燈油火藍 所以這條數字又是不行 你又真的沒有這麼多遊客 所以我覺得 叫地鐵做事就不合理了 港府過去 一年先推夜分分 體育盛事等刺激消費 體育盛事是不是美斯那次 還有七攬那次 就是這些活動 他就會不斷宣傳一下 就覺得好像跟阿爺說 我們改革了 不過阿爺也改革不行 其實難怪你們香港改革不了 因為改革不是一個普通的事 不是說 譬如我今天拍寶 沒有外力之下 我要改革 我也不行 你無論如何都要借外力的關係 尤其是香港 可以令到整個城市有增長 那參飲酒吧業 就是繼續死者 香港酒吧業協會 民了四百多間的酒吧 七成指跌了兩三成 三分一的酒吧 生意跌超過三成 沒有以前賺那麼多 香港酒了很多 我們叫做中高消費者 我明白的 譬如我們現在那班 以前可能會喝開的 就是下去玩一下 吹一下水也會 泥到就靜光了 喝東西也不方便 每次都開車 你開車又不能喝東西 又不能喝東西 香港很方便 你是可以喝東西 然後坐地鐵便可以走 在酒吧行業來說 那班人是中樓底柱的 他們支餐著 整個酒吧業很大的份額 但是因為這群人而民了 沒有了這群人 導致了我們酒吧業 生意下跌很多 酒吧現階段 我們叫水深火熱 這個是我理解的 所以現在各行各業都出現了問題 上一宗新聞我講萬寧 萬寧也是縮屁 請貶衣保安 三樓保安 這一宗就是酒吧業出市 都不是第一天的 那週六生意 甚至是教週五 這是很奇怪 我們週六打算出來玩 但是竟然是比週五 我們永遠都是 星期六的生意很好 我們英國這邊 週五晚上都很強 也是一樣 中棧移民 加上港人 不想消費 現在酒吧業 現在週六的生意 甚至較週五 業界已由 2020年的疫情時期 開始苦產 苦產已經4年了 但上不到 通關後仍然持續 沙特勞說 七成酒吧 這個生意 跌兩成至三成 那就算是打和 跌了兩成至三成 他就沒有錢賺 那就打和了 其餘三塊一 就要虧錢 沒有的 那些酒吧 沒有什麼人關心 那些人關心餐廳 那些酒吧 其實也倒不勁 有些同行 可能跌50% 即代表虧20% 可能相當於五六萬一個月 一年輸七十萬 對 一年輸七十萬 很禁 這間酒吧 哪來七十萬呢 我記得那時候 有一陣子 那些酒吧 因為疫情 其實都開不了 有些都很多劫業 我想就是這樣 但是你說香港沒有酒吧業 可以不可以呢 都可以的 涼薄一點 可以的 是吧 你沒有了淡酒 就糟糕 你不喝酒 不喝酒 是沒問題的 那就更健康 就是這樣 即是連娛樂都沒有買 所謂的香港多姿多彩 遲些都沒有買 你們都不去 你們都不支持 這樣 那麼 疫情時 早幾年前 借了借不貸款 想政府的百分百貸款計劃 多久錢 三年前都花光了 花光了的話 就沒有儲備 生意又每個月虧 枕好 枕吐出來 業界很多人都賣車按鈕 拿錢來頂住 OK 重複了 部分業界 甚至 積蓄都蝕光了 我又不相信 你做得生意 你真的會 把自己的成本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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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酒客 從沒有參與 夜分分 零買酒 回家喝 樂士闊台的酒客 嘉士伯先生表示 通關後 港人不上 消費幾乎是共識 港府推出的東西 紛紛自己一次都沒有參加 老實說 我一次都沒有參加 對這些沒有興趣 覺得政府搞的活動 完全不吸引年輕人 疫情前 一星期兩至三次酒吧 一星期都要花三至四千元 現在我會買酒回家喝 我有一陣子 以前很喜歡去聽Live Music Live Band 我沒有了 現在沒有了這個習慣 進來住了 因為你每次出城 回來 整程都要過幾兩個小時 就算了 Live Band 就在家裡聽 我記得以前在樂士佛台 有一間叫做 All night long 那時候去扣女兒 兼聽阿哥 那時候 他很喜歡聽 他聘請了一些 樂隊 可能是菲律賓的樂隊 在那裡唱 但一杯酒不便宜 一百多元 以前是六七十元 六七十元 沒有錯 因為很多人很強 聽阿哥 都頗舒服 挺舒服的 現在不知道 應該還在 那時候是說 爆疫 什麼All night long 附近 那堆東西 爆疫 另一位酒客楊先生也指 現時出少了夜街 楊先生說 每一次消費的數字都不會太大變化 反而是外出的頻率少了 夜街是相對少了 因你漢建的選擇相對低了 很多地方都已關門 一環 扣著一環 以前我來香港 我們出夜街 還有幾間 那些什麼翠華 你還可以吃 什麼旺記 我忘記了 那些酒吧 會開一下 夜晚都還有夜玩 但現在你的配套不齊 那間又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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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的生活習慣 你的COVID 那些人又早收鋪 那些生意在下午就算了 到晚上就自己各自歸街 整個19年之後 改變了整個生活形態 我理得你開關之後還是怎樣 生活習慣已經是形成了一個convert zone 這兩年我習慣了 COVID的影響不是單純戴口罩 是影響了那些人的作息時間 以前玩開的 是三四千元 現在我買一杯酒 在家裡喝都可以 經濟又不好 待會被公司炒 我又沒有錢 儲了舊錢更好 就是這樣 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轉變 19年 撇除政治也好 外國也好 香港也好 生活形態全部都變了 走客廖先生就指 因經濟不景 承認現在都較少在港消費 而且今天都少了 現在就不會多來 可能一個月一兩次 以前會多些 經濟不好 好嗎 近日有多間大型品牌的經營 對 大型品牌的經營 有什麼 舒適寶 華孕堂 還有 還有 Gradwatt popcorn 我不知道是什麼 Gradwatt popcorn 買這個 也對 這些不需要 我可以不吃 我買一瓶水喝一下 電影業都萎縮 所以你猜 香港是很多東西 建業 我不知道他待會 怎麼開十幾間 港府唱好 第四季整體市場氣氛顯著改善 不過同業界的輪調不同的事 陳柳波發網至邀功 10月6日邀功 但本年到四季度 整體市場氣氛顯著改善 強調9月底至前後15日 恆志升了兩年半高位 累積升了5600點 那時候恆志很厲害 一天內又跌回2000多點 原來現在高官是這樣的 看著股市做人 股市升了 我馬上出網址 出個FLOG 真是白癡 這樣邀功 10月1日黃金周的成績表 只約有122萬次的中國旅行景 政府資助的10月1日半價看好戲 累計入場18.9萬 你連戲院都當自己的業績公職 很多人去看電影 那怎麼辦 你都會當半價看好戲 你是不是要補貼給別人 不過從酒吧業的情況來看 就沒有無改本地消費疲弱的事實 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 這樣就不重要了 每次都要靠一些大陸人 講到明 但是你現在結合上面那宗新聞 萬寧這一宗 加上這一宗 香港的經濟真是岌岌可危 不過基本盤還不還好的 基本盤 我相信 怎樣都守得住 始終它都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城市 都不用怕的 我覺得 只不過是我們的生活形態變了 香港的形態 我在這裡變 你們都 有良知糾纏之下 你們都需要變 講到這裡 多謝收看